某专家现场分析梅西性格自带阴柔气质梅球王,并不适合当球队大这一届世界杯,好多球迷就两个字,交集,现在强队T弱队都表现出交集心态,恨不得在半场就将对方吃掉。 巴西、德国、阿根廷都达不到球队正常发挥水平,著名足球评论员段轩点评了巴西VS格斯达黎明点球情况,裁判通过看小豆腐VAR判定点球无效,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视频助理裁判,改判点球巴西球星内马尔,再次勒洒世界杯球场,跟格斯达离家玩场后内马尔孤身一人蹲在球场中央哭, 四年前巴西世界杯内马尔就从小祖赛一直哭到淘汰赛,段轩调侃到赢了大力神杯,那时才应该哭每一届阿根廷都需要有一个英雄角色,带领阿根廷冲击最高奖项,梅西性格天生温顺,并不适合当球队大哥角色,本届阿根廷给梅西背过了太沉重负担,这就是现在阿根廷对最根本问题节目现场 段轩,做了阿根廷本届俄罗斯世界杯出现分析,首要条件是阿根廷最后一轮,必须得战胜非洲球队尼日利亚,但还是需要看冰岛人脸色,节目分析,阿根廷对小祖出现异常艰难,命运已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阿根廷本届俄罗斯世界杯出现分析,必须得战胜非洲球队尼日利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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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